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網紅大廚王剛啊 又又又又 因為蛋炒飯的事情 被小粉紅出征抵制了 導致王剛啊昨天拍片宣布 以後不做蛋炒飯啦 也希望大家多多監督我 原因是王剛啊 在11月27號發布了一條 標榜廚師長一鏡分享蛋炒飯的 門門道道收藏並學習起來 結果被小粉紅 以11月25號是 毛腎上的兒子 毛暗英的忌日 才過僅僅兩天啊 你王剛竟然發這種 侮辱 諷刺 英烈的影片 畢竟民間傳言 毛暗英是因為 在所謂的抗美援朝兩韓戰爭的 這個途中啊 煮蛋炒飯 然後這個蛋炒飯的炊煙啊 被盟軍看到 然後盟軍投下燃燒蛋 所以被S 這導致小粉紅剝離心碎啊 真的是特別搞笑對吧 你們去監督一個煮飯的中國網紅幹嘛 你們怎麼不敢去監督有權利分配納稅錢的中共 導致爛尾樓資金鏈斷供最大的元凶 還有各種各種的盜情逆事 還有跟上訪被解訪的中共 你們不去監督這一系列的東西 你們去監督一個沒有政治權利的網紅 你要確定耶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王剛道歉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王剛 在視頻的開頭 先跟大家鄭重的道歉 對不起 今天同事在5點鐘的時候發布了視頻 這個視頻對大家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擾和很不好的體驗 在這裡再次道歉 對不起 這段時間我在忙個人的事情 的確沒有參與到視頻的發布 這是我最大的過失 在這裡我向大家做兩個保證 在未來的日子裡 第一 所有的視頻我都親自發布 第二 作為廚師以後再也不做蛋炸飯 也不拍蛋炸飯 在這裡想請大家給我做一個見證 其實我們外公在很小的時候又經常跟我灌輸 做人要踏踏實實的做事 我外公也是一名正院老兵 他在朝鮮待了6年 他在我心目中是非常神聖的聖人 我從小也有一個夢想 想當兵 我在17歲那年回來兵检 因為非常野快8 沒有過 我覺得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我的外公 他對我從小的要求就非常高 就是做人要坦坦蕩 做錯了就承認 並改正 其實在我心目中 軍人是無比的謙盛 高大 在我 的公司 跟我的同事 跟我自己的同事 他們其中有一大部分 一大部分人都是軍人 是因為我覺得軍人能帶給我們安全感 還有責任感和實務 今天這個事情 是我的錯 在此正中道歉 對不起 以後請大家 你能想像一個廚師因為煮了蛋炒飯 而被迫道歉 而這個被迫道歉 不是因為他煮了蛋炒飯 嚴重錯誤 可能有什麼毒素 或是他的蛋炒飯 不新鮮不健康 他做的蛋炒飯是科技與很活 如果是這些道歉的話身為一個廚師 你必須得道歉 但不是耶 是因為政治原因而道歉 在中國 連煮飯連吃飯都要講政治 所以真的不要跟我說什麼 兩岸一家親啊 兩岸我們談生意就好 不談政治 你不用跟我講這些 講這些話的人不是 不然就是壞 在中國最跟你講的就是政治 不然要黨支部幹嘛啦 還記得啊 2018年10月22號 王剛也發布了一條 蛋炒飯家常的做法 這個短片啊 24號啊 還被中共人民日報給轉發 結果當天是馬萬英的名彈 導致人民日報 與王剛遭受小粉紅的強烈指責 過了兩年啊 也是2020年的10月24號 王剛發布了揚州炒飯教學的影片 結果同樣被小粉紅給痛罵 最後刪除影片道歉 影片到這裡 先來感謝一下本集的贊助商 ShipShark VPN 你喜歡網路購物嗎 絕大多數的消費者 都會在黑色星期 或是網購 星期一 週末購物之前 選擇較優惠的折扣 去購買商品 但是該如何有效的保護信用卡資訊呢 使用ShipShark VPN 就可以搬到囉 VPN IP地址 不是你的原始IP地址 並且添加了額外的安全層 因此無法控制你的原始IP 也就不可能被用在惡意用途 或是身份道用上 另外大家知道 公用Wi-Fi熱點是最容易竊取訊息的地方嗎 任何駭客都可以竊取我們的數據 例如信用卡資料 銀行帳戶 甚至社交媒體帳號密碼 電子郵件等等的資料 都會被駭客盜取 為了避免發生這樣的狀況 購物在線使用VPN是最明智的選擇 只要使用我們的優惠碼 FAM TV 就可以享有黑色星期五的限時優惠 訂購兩年方案再送五個月的免費使用 如果不滿意的話 還有三十天內無條件退款 趕快透過下方的資訊欄 來了解一下ShipShark VPN吧 好我們回歸正題 三年後的今天 王剛在11月25號發了蛋炒飯的影片 又被出征抵制了 真的是好可怕的國家 你們要不要立法禁止中國人 製作或是食用蛋炒飯 這樣以後就不怕有任何人去觸犯這一條了 對吧 你們不要把這個搞得跟循訓知識罪一樣 你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在法律上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但是你卻可以弄這個讓人家口袋罪 那蛋炒飯現在也是一個口袋罪 對嗎 而最打臉的來啦 中共歷史研究院痛批小粉紅謠傳 毛岸英是因為煮蛋炒飯而S的消息 是非常惡毒的謠言 原話你們回去看 因為當時中共志願軍根本就沒有米飯 只能吃高粱米或是什麼包子饅頭 我只想說一件事情 確實可能當時的那些士兵小粉紅 是沒有米飯吃的 讓我問一下哈 你要確定這些趙家人等級的軍官啊 他們自己私底下沒有高級食物嗎 沒有高級食材嗎 不要說特別高級啦 起碼他們吃的會比一般的小粉紅還來的好一些 不是嗎 而且他們一定還有專人的廚師對不對 怎麼可能聖上的廚師跟你家的廚師是一樣的呢 不要說這麼圓啦 我們就說最近這三年齁 中國百姓買的是不是高價菜 是不是有人買不到菜啊 餓在家中好幾天還以物易物 好多老人啊都A死在家中了 有的是有病去不了醫院 有的是因為沒有食物了 有的是走不動了對吧 就過了好幾天啊 中共才賣你高價菜 或是有些小區啊物業啊 那個會配送進來 免費給你的 有些要錢的 你拿到免費了 怎麼樣呢 還要擺拍一下 感謝共產黨這個影片 幾年前都分享過 網路上流傳的沸沸癢癢的嘛 對吧 那請問一下你們是都忘了嗎 那我再問一下 前三年的趙家人 他需要擔心這些嗎 不用因為他不缺這些 而中共歷史研究院啊 還說當時的志願軍司令部 作戰處副處長楊迪的回路 趙搖 因為當時志願軍根本就沒有米飯吃 何來的蛋炒飯呢 好那問題就來了 小粉你們是站在志願軍司令 作戰部副處長楊迪的立場 他這個人已經S了要記得 還是站在中共歷史研究院官方的立場 兩方總有一兆說謊嗎 按照你們出征王剛的角度來說 你們是支持毛阿英 是因為做蛋炒飯S的對吧 那你們還不去出征一下 中共官方歷史研究院機構 我笑你們不敢啊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兩三年的變化 兩年前上映的長津湖 當時感動很多粉紅對吧 還在電影院裡面表演 吃冷凍馬鈴薯跟麵粉 而今年九月中共又推出了愛黨愛國的電影 志願軍三部曲第一部 志願軍熊兵初級 製作成本大概二六二十七億台幣 但上映後票房慘淡 好那究竟是中國的經濟啊 通縮啊消費力下降啊 還是大家不喜歡看這種 愛黨愛國的樣板電影的呢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自己覺得比較偏向第一種啊 因為畢竟王剛都還被出征 證明了愛黨愛國的人 還是佔了蠻多數的一部分 所以這些粉紅啊沒有錢去電影院看電影啊 所以只好上網啊 看看網路去批漢一下 誰又辱華了 誰上來中華民主感情啊 最好是這個志願軍啊 熊兵初級可以在網路上看啊 我就不用去電影院了 剛好我又可以點外賣 邊看電影邊吃 哇看完之後又感動流淚 哇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偉大的聖上啊 在一個連特定粉紅的節日啊 吃蛋炒飯或是做蛋炒飯 都可以被出征抵制的國家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台灣人在嚮往 我們可以發現啊 王剛在很多不同的時間都有發佈 做蛋炒飯的影片 所以我真的建議你們小粉紅啦 集體上書啦 去天安門抗議 希望中共可以出一版日曆 最好是連那個手機的那個APP 都可以同步一下哈 每個人都要安裝一個中國專用的日曆 你只要賣到中國的手機系統 全部強制裝這個APP 上面印著 哪哪哪一天不移 不准做什麼事情 最適合做什麼事情 從1月1號開始到12月31號 對了 國力農力都要併列進去 歷史上5000年的大陸啊 這片土地都發生過什麼事 發生過什麼事 那天就不能幹什麼事情 啊記得啊什麼太平天國啊 揚州十日加定山土啊 都也要算進去啊 一旦幹的就是傷害了 所謂的中華民族的感情 要被判刑啊 給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呢 還是間諜罪 或是巡訓之事 隨便 你這個法律落實之後 我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不會有任何的事情 因為我跟你不同國 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在看著你 不是看著我 看到今天這些事情 我真的覺得 中國真的是羅剎國 我只能說 王剛身為一個廚師 可以不做蛋炒飯 但你能不做臘肉 烤鴨 咖啡 烤蘋果 包子 韭佳之罪 何患無辭 最搞笑的就是 中共官發出來辟謠 不是因為蛋炒飯對吧 但他們身為一個集權政府啊 各大媒體跟社交平台 都有黨支部的啊 他們不去控制這些 對王剛的傷害 而他們是有這個能力去做的 不然李文亮 當初是怎麼進去的呢 不然怎麼這麼多三鐵封號 或是喝茶呢 那說到這裡就好玩啦 雖然中共有辟謠對不對 那按照這個邏輯 他應該要去懲罰這些小粉紅 像這個懲罰李文亮一樣啊 因為粉紅認為 毛岸金是吃蛋炒飯而來死的對吧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中共 他就是要這樣 底層互害 矛盾在你們底層啊 這就是他的統計邏輯之一 沒有關係 我昨天在歐洲 我還特地選了一家上海餐館 吃了一個蛋炒飯 一起來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報告小姐 拜拜